先讀台湾民政府主张的一场 1.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共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环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环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究竟三合并条约 3.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鼓励 不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4.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越中国人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对弄事物不合作 也不合备合 整体经过下 1.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来为大家上课 各位同机学员 大家晚安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因为平常都要上课 我们都是在晚上 习惯的 其实这个礼拜 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挺早到 1.30 来开课 那看我们台湾民政府 直播网络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您的时间是没有错 现在台湾这边的时间是下午1.30 如果你觉得不对劲的话 你稍微调一下 没有错 现在直播 好 我们现在是初期班第一堂课 您正式进入主题 各位我来问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网站 有上过 上去看过 请举手 请放下 我们的网址很好认 这是HCPP 帽号双斜线 USMGTCGOV.TW 那个GOV 那个两个 没有两个G 是只有一个G而已 那个GOV 什么意思 Government 这是他民政府的全民 台湾民政府 这个Segal Government 可不可以改成其他的名称 不可以 这是依据国际战争法 在战争法里面 民政府 民事政府 民政府这个名称就是Segal Government 可不可以改自治政府 改大日本帝国重建政府 各位 都不行 都不行 那个要按照战争法来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什么美国 什么政府之类的 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这些情况 大家要一个正确的认知 那谁是原告 大家也很清楚 在我们2006年10月24日的时候 那民主党 Rodger C.C. 带了228名的 他人到美国联邦法院 地方法院这个 控告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有两个代表 第一个他总统是谁 当时是 布希 那国庆是莱斯 这个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那这个控告的内容呢 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台湾国际地位 移居 台湾人权保护为诉求 那美国国院 以多次以国家民宿 为理由来拒绝 包括这个官司 国家民宿 那后来的进入司法程序 来到2009年4月7号的时候 由美国高等法院选法官 Brown 来给我们有五项的结论 各位你还记得清楚吗 第一个 本土他人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 第二点 本土他人没有国籍社会承认的政府 所以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政府 不是 第三点 本土他人至今能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政治炼狱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台湾法理 法理台湾 我们是法理台湾 就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的台湾 称之为法理台湾 那什么是政治台湾 现在这个不正常的状态 叫做政治台湾 所以我们要区别清楚 现在这个不正常的状态 也就是像我们看到湖边的池水 很浑浊的情况之下 并没有得到清澈 是满天沉雾沉满 雾满 就像我们现在的天空气品质 有没有正常 没有啊 就是一般你如果过敏的话 你还会咳嗽 呼吸奇怪 他会觉得有点不顺畅 二种空气无暖 不正常的事件 正常的事件是像什么样 就像创世纪那时候 刚开始有天有地有大地的时候 那种清澈的流水 那是最正常的情况 那为什么污染 人把它弄乱 为什么弄乱 没有按照法 没有按照规矩 我们所知道讲的法理 这个法理 我们讲白话一点 就是规矩 没有规矩的话 会不会乱 也会乱 像我们在外面走路 开车 骑车 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社会 整个 治安也好 交通秩序也好 会不会 会不会整形 不会整形的 甚至你会对 红绿灯 交通规则 你会产生质疑 我这个看到绿灯 我看到小绿的 我走过去 我会不会平安 你会担心 台湾也是啊 台湾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所谓的恐龙施法 这样不正常的判 判决 明明他是杀死人的 到现在还可以活着 还活很久 还没有判死刑 很多 像那个什么小灯泡 小孩子女儿在面前 头都已经巨下了 掉在地上 像球一样滚 凶手没有浮化 没有 没有浮化 所以他有没有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的状态 那现在我们台面上看到这些 利用 选举来 炒票吧 有没有顾及到民众的需要 没有 有没有为百姓设想 没有 完全都没有 像昨天 展示平均长在工作之后 也是跟客人 就在先聊 就在提到 奇怪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所谓的政府 到底有没有为老百姓 来做设想 其实一般民众都 眼睛是血亮 他们虽然透过 种种政治的方式 透过媒体 透过电视宣传 遮盖很多事情 但是民众看得到 看不到真相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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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看到 他们就是说 这些炒票房的 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 他们追责的什么 选票的利益 我们知道在 流行中华民国 这个选爸爸里面 候选人一票可以拿到多少钱 30块 他所属的政党 可以连续里 每年都是领50块 一票 一票得到50块 想想看全世界这个选举 有没有像 流氓双坏民国 在台湾台北 举办的这样 整个台湾地区的选举 可以拿到那么多的利益 有没有 各位我们印象很深刻 像美国的总统大选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选举 他们的选举 各位 他们的金费是什么来的 是靠知识者 donate 什么叫donate 贊助 而不是说 他得到几票 他会不会根据票数 拿到多少补助金 所以他们必须要很笃定 才能出现 来为整个美国来做竞选的活动 可是台湾是不是国家 台湾是不是国家 不是 可是很多人口口声声讲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而且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种种这样的一个issue 就是这些论点 今天这堂课一开始 会跟大家做一个很清楚的来理清 我们开始进入主题 这边这个是台湾民政府的网站 那各位你对台湾民政府不熟悉的话 各位你可以从这里去点来看 认识台湾民政府 其实简单来讲 台湾这边土地原先的归属是谁 原来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是后来西班牙博大牙来之后 会给一个名字叫什么 博摩扫 其实本来有没有名字 没有 那后来到来到十三世纪的时候 十三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隔壁有一个国家 我们知道哪一个国家 日本 日本 最早跟台湾建立一个生活的共同圈 来到我们热桌的情况之下 在得川幕府的时候 实施了什么 索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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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国政策他就必须什么 把所有在海外活动的日本 全部召回去 由各班族的班族 来管辖 这些人民 不得到随便党 他即使要 譬如说从 扎摩托要去 东京 要去大法 都必须得到 班族的同意 才能够 圆起 要不然他只能在 自己所存的班 什么样 活动 接续来是谁 河南 河南 来之后 就是其实在台湾做了很多 建设 这个我们知道的 把摩托 都在环纳会 这些东西 其实留很多 包括什么 建了很多的教堂 教会 那后来被谁毁坏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物 正神工 正神工大量的屠杀 以及后来的亲帝国来到台湾 各位要清楚喔 包括河南 提到河南部分 跟各位做补充 全世界最早有公司 company ZM的一个组织 是谁 和属东印度公司 全世界有公司组织的 就是河南 第一个开头 那 车子 我们在那边看到的汽车 是哪个国家 哪一个人 發明了 B4 德国人 所以 最早以前 那个 车辆 而且還感謝女性同胞幫她開那台車 然後長途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宣傳 我們這幾天在網路上也看到很多的朋友 同一朋友在分享這樣的資訊 很好 為什麼大家去用事實去見證這些事情 而不是什麼虛空 自己去編出來 南京大屠宰日本人做的 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你要想想看現在的見識 刑事的那個事件 很多的證據都可以去驗證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還是什麼 要靠各位去網路上找這些資料 但是大部分講師可以告訴你 網路上很多資訊全部都是圍基百科比較多對不對 對不對 圍基百科講師要順便告訴各位 圍基百科它裡面編輯的內容 事實上是由中國人掌控 尤其是中文的部分 英文呢 你也要產生質疑 它到底它編寫的內容是不是真的 你要去仔細的去做理性的判斷 然後呢 用法理 國際法理去驗證 裡面的事實是不是真的 像流氓政府 流氓政府這個 一直在那邊 我們就要去找資料 裡面有沒有 沒有 全日派配 有沒有中華民國 有要這麼 當然有啦 好 讓我們回到剛剛講的主題 新帝國跟西班牙包括荷蘭 包括這些陸陸續續後面 通通都是什麼 殖民者 甚至到後來 日清戰爭 各位 我要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 甲午戰爭對不對 甲午戰爭 就全世界在理解 戰爭這個名稱 名稱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 既定的一個邏輯 比如說1898年 美西戰爭 是哪個國家 跟哪個國家戰爭 美國跟西班牙 所以叫做什麼 美西戰爭 那美國跟日清哥呢 美墨戰爭 那甲午戰爭 究竟是哪個國家 有個國家叫做甲 有個國家叫做母 所以叫甲午戰爭 這奇怪哪個國家 是哪個國家跟哪個國家打仗 所以各位 我們要把這個 把它正確正常的來稱呼 怎麼稱呼 日清戰爭 這樣就好 你後面要不要加日清甲午戰爭 追字 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要不要講 美西甲子戰爭 要不要 還是美西甲 以衛戰爭 要不要 不需要 我們就講美西戰爭就好了 齁 那過去我們讀的這些 殖民教材 給我們的這些 名詞 慢慢要什麼 從我們腦袋裡把它洗掉 那個就是什麼 讀書 齁 我們要正常 我們譬如說我們未來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必須跟世界 全世界做接軌 那在談吐當中 我們如果講 甲午戰爭 外國人聽得懂嗎 聽不懂 所以我們現在把 基礎大號 就是日清戰爭 日清戰爭 誰打贏 大日本帝國 這個日日 大日本帝國 不是現在的日本政府 所以要做區分 那為什麼不一樣 高級班有提過 是因為它跟本憲法 的 政體 所依據的政體不一樣 戰爭前的 就是戰爭結束前 就是究竟要和平 要簽署前的 這個政體呢 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那簽署當下呢 它是日本政府 也就是戰爭後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它使用的是和平憲法 比如現在的 安倍晉三首相 它所帶領的 目前就是 朝什麼修憲方向去前進 它是屬於什麼 各位你要記得 新版的 日本憲法 那 大日本帝國憲法呢 我們做區分的話 對現在日本政府來講 是屬於 舊版的 日本憲法 不要 這些名稱 要慢慢把它做 更正 調整 日清戰爭 189年幾月幾號 四月幾號 幾號 各位 來 跟各位問一下 日清戰爭什麼時候發生 18 94年 解決幾號 8月1號 喔 網路上很多 朋友 有提供出來 是8月1號 對 隔年的 189年的4月 幾號 簽約 腦力激盪 日清講和條約 如果照這個 這個漢字的 對條約來講 應該是講日清講和條約 就一定要和平條約 對不對 那 日本帝國跟清帝國打仗簽的條約是什麼 日清講和條約 那如果 就位置來講 基本上是 什麼 在哪裡 下 下 那位置在哪邊 北海道 本州 四國九州 哪一個地方 本州 本州的島 來後面的方向往前坐 往前坐 不用擔心啦 直播 然後 如果各位在座 你如果有 有 有內疾 你要去洗手間的 都自己 自己 任意行走 不用 不用打招呼 沒關係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 自然 自然 你自然會有一個自然呼喚 沒關係 就請 請去那邊就好 不用擔心 我下課 我要跟 還是上洗手間 像那個 中國殖民 政權 底下殖民教育這樣 我還要他舉手 老師 我要上廁所 要不要 不需要 在這邊 feel easy 輕鬆一點 大家輕鬆一點 那你有 擔心忘記 講師講德的話 你可以寫筆記 然後呢 各位 不用開照 為什麼 我們有影片 有記錄 各位 我們剛剛進來就看到 我們的 後方 是不是有一個直播鏡頭 隨時就 講課的內容 通通都記錄起來 不要把自己 上課 弄得很忙 一下子弄照相機 一下子筆電還舉起來 平板好 大片還舉起來 然後 旁邊的童心 他在理解當中 就受到干擾 尤其是 行進來的學員 他在理解能力 很重要 好 簡單 敘述到這裡 剛剛講的 日清 假的條約 那怎麼稱 條約前的戰爭 日清戰爭 很簡單 要不要講 夾武戰爭 有個國家叫做夾 有個國家叫武 所以叫夾武戰爭 對不對 no 不是 日本立國跟清立國打仗 打完仗之後簽約 我們知道說簽的條約 就像我們去跟人家租房子 租土地 來耕作 來從事生產 那跟地主跟房東簽的租約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假方跟疑方 日清假和條約 你也可以講下官條約 那條約的開頭 我們回憶一下 他開頭是什麼 大清帝國大皇帝 一下 就是被打敗 他這個國家 他的主權 所有者 坐在寶座上 那一個人是誰 清帝國的皇帝 那打勝的 就是勝利的一方是誰 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做代表 皇帝跟皇帝 坐在寶座上 他們有沒有下寶座 來簽名 簽署條約 沒有 因為皇帝 有君主的國家 很簡單 我們要了解到 國家的整個 所有權 是掌握在皇帝 也就是 我們來講 是天皇 在他的手上 但一個人 沒有辦法管 那麼大的國家 情況怎麼辦 他必須把整個 國家的管理權 跟管轄權 交給什麼 交給他所信任的 政府 帝國政府 那帝國政府 很簡單 就是 戰爭前 戰爭前 那個帝國政府 戰爭結束前 那個帝國政府 那戰爭後 還站不在 瓦解了 瓦解了 那帝國議會還站不在 也瓦解了 甚至也在顧家 對 所以各位 我們看看 各位你的右手邊 牆上 我們各州的辦公室 跟郡的辦事處 牆上 一直掛著這兩幅圖 隨時要提醒各位 台灣的國際地位 很簡單 四個字 哪四個字 日暑美戰 日暑怎麼講 台灣 澎湖 包括新南群島 這屬於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軍事佔領區 它的土地所有權 是誰 屬日本天皇 簡稱日暑 那誰軍事佔領 美國 他是國家 但是 國家有一個代表的國家法 日暑 這個日是誰 日本天皇 那美戰 美戰這個美是誰 美國總統 所以我們剛剛 質疑他所 帶大面 也宣讀台灣民政府主張之一 立場 這第一點裡面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 很重要的開頭前六個字 剛剛大家有沒有印象 依據國際法理 依據國際法理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所有的法理論述是依據國際法理 是不是我們自己變 不是 台灣 我們大家住久了 所以以後台灣可以建國可以獨立 因為沒有人的嘛 沒有人的嘛 然後就這樣 第二條 已經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所以我們撿到了 我們撿到了 所以我們可以獨立建國 對還錯 錯 不過全世界沒有人聽你這一套 如果這樣的話 那各位 全世界 不只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不只一百九十四個國家 可能幾個國家 無數的國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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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重點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剛剛我們提到 台灣的國際地位 日俗美戰 美戰 然後他又是打 聖戰的 戰勝方 我們是誰 我們是戰敗者 是被征服的 佔領者是 唯一 他是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鼓勵 可以征服日本帝國 征服日本天皇 所以征服者是誰 美國 可是在網路 甚至透過Live 在傳訊息說 那是盟軍 然後盟軍推個頭 就推個美國 所以 美國跟盟軍 一起來佔領台灣 對還錯 錯 究竟 和平條約的二十三條A款 各位很清楚的 可以了解到 裡面寫了一句 很重要的一句話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le 阿給看 什麼是principal 主要 主要 只有一個 主要 有沒有主要好幾個 還有蘇聯 有中華民國 有美國 還有英國 所以一起佔領台灣 對還錯 錯 我 舊金安和平條約 已經寫得很清楚 寫了那一整段的內容 其實大家看 內行的 你如果收到那個Live訊息 我都收到了 各位你有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各位 你有沒有收到 有收到的話 請你記得 你還是要有新台灣論 你還是要有新台灣論 所以秘書長這些整個集中起來 就是兩本上下策 你來驗證這個訊息 你才看到原來它很多荒謬的敘述 沒關係 讓他們去講 為什麼 這是不正常的狀態之下 正是台灣所體現的 不正常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開 這堂課 我們要有一個 清楚的想法出來 OK 那個 後面冷氣可以開 沒關係 後面冷氣 有沒有可以開 那個開關按下去就好 窗戶先不要開 外面空氣不是很好 可以嗎 有一個Volunteer 開一下 謝謝 好來看前面 好 我們剛剛在這裡 大日本帝國師 1941年12月7號 齊襲珍珠港 這一點 已經七點開始 那為什麼會齊襲珍珠港 有一個前面的一個因素 這個嗎 對那個打開來 按下去 它就掉下來 然後有一個 藍色的按鈕 那個是啟動的 對 那個 對對 橘色 應該是橘色 對 OK 謝謝 好 我們看前面齁 日本帝國為什麼會 向美國宣戰 其實講師透過了解 給羅斯福的一封信 你在YouTube上面可以找到這個影片 原來這場大東亞的戰爭是被殖民的大東亞的地區 對殖民者 擺有兩個種族間的戰爭 我們要去解析 那一般會講太平洋戰爭 甚至是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爭 整個全面性 包括歐洲 非洲 包括亞洲 都是什麼 捲入戰群 美國沒有捲入戰群 美國本土沒有捲入戰群 有沒有 美國沒有被轟炸 沒有耶 怎麼那麼好 難怪叫 美國什麼 美麗的國家 另外一個簡單 因為美國沒有被 德國轟炸 像被英國 英國被德國轟炸 有沒有 沒有 美國沒有 美國沒有被轟炸 那當地沒有 很平安 因為有一個大西洋的國派 德國沒有辦法飛到那邊 日本立國本來要計劃 他裝在潛水艇裡面 要開去美國本土附近 然後呢 潛水艇打開來 飛機呢 用折疊式的 就可以起飛 載著炸彈 轟炸美國本土 後來沒有成功 沒有 這是後來 美國 在 日本的一個 台灣裡面去找到這些 潛水艇打開之後才嚇一跳 原來潛水艇裡面 也可以裝飛機 還有炸彈 羅斯福他是醞釀 逼著日本立國 必須向他全戰 那 這一封書信裡面 各位 你可以在YouTube裡面去找 因為這 這一個影片 將近14分鐘 這如果整個 播放下來 這堂課可能會講不完 時間有限 我們台灣沒有參加戰爭 當然有 當時 台灣是誰的領土 日本天皇的領土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一點 日本天皇 領有 台灣的 這塊土地 也就是台灣的所有權是 日本天皇 是不是台灣人 還是中華民國 還是美國人 都不是 佔領不得於專門 美國在這場戰爭裡面 他取得勝利 歸功於什麼 這兩顆原子彈 但是在台灣沒有丟原子彈 本來要 要在新竹要丟一顆原子彈 結果後來沒丟 沒丟 丟了一個 比原子彈還大顆的炸彈 炸彈 炸到現在 還沒有停止 是誰 蔣介石集團 全力彈 他就是一顆 一直在爆炸的核子彈 原子彈 為什麼 各位你電視打開來 你沒有每天看到很多事件 很大的事件 那個都是原子彈 他是把這個軍戰 你搞的每三天兩頭 甚至九十天 一個循環 就一個大事件 一個安全事件 讓佔領者主要的佔領者 美國一直看 原來這塊土地一直保持 沒有平安的狀態 沒有和平的狀態 就是什麼 繼續讓前一太貝一直帶在這裡 主要原因是在這邊 所以前一太貝一直在這個地方 各位 這是美國跟前一太貝中間的一個默契 我們要去認清這一點 民主進步黨怎麼成立 我順便講 是跟你做一個補充 民主進步黨是美國眾議院 決定 然後呢 當時蔣經國擔任全一太貝的領導人 來這邊 1985年 1985年的時候 敦促 你自己講的話 我先敦促 其實是 比蔣 蔣經國要成立反對黨 為什麼 成立反對黨就可以製造一個什麼 假國家 假的民主 有反對黨 有執政黨 然後就可以搞什麼 搞選舉 不再是一黨獨到 然後很多人 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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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百姓民眾的 腦筋開始 混亂 搞不清楚 到底我是誰 我們是誰 我們到底是中華民國的人還是台灣 台灣 這個台灣是誰 這個台灣是誰 是 中國台灣是誰 還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總督府管的台灣 應該是這麼講 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個戰爭之後 產生後續反應 那我們所受到第三顆原子彈的轟炸 並不是只是皮膚的潰爛 甚至人的生命的喪失 我們的接受這個第三顆原子彈轟炸的結果是什麼 連我們的腦袋也中毒了 七十幾年 而且這個毒還會傳染 比SARS 比 口蹄疫 還要嚴重 這個病毒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祖父祖母 祂所了解就是 我就是日本人 我學中日本天 因為我的孫子去好好討論說 他要抗日 這個毒 就是這樣子 怎麼辦 各位 你們有方法 到街頭跟全英台北對抗嗎 用暴力 用武力方式嗎 絕對不行 為什麼 全英台北對台灣有什麼 代理的管轄權 為什麼講代理 因為 本原原本本就是美國要親自佔領 然後由佔領地的人民組成 台灣民政府 然後由民政府管理整個佔領區民事的部分 結果他有沒有用當地的台灣助理 沒有 沒有 他委託他死定蔣介石集團 在戰後 1945年的 10月25號 也就是在9月2號 簽訂同祥書之後 那一天 9月2號 指定 蔣介石在10月25號的時候 幫美國軍事佔領 就這件事情而已 台灣統統主權有沒有交給蔣介石 沒有啊 那中華民國怎麼來了 就像蔣介石來到美國大叔 人家常常形容美國這個國家的山姆大叔 山姆大叔 Uncle Sam 山姆大叔 指定蔣介石 然後蔣介石來山姆大叔家總辦 帶一個伴手禮 那個伴手禮是什麼東西 伴手禮是什麼東西 中華民國 結果這中華民國來到這裡 暫時變永久 一直到現在 各位 你電視打開來 你敢不敢看 敢不敢看 不敢看 但是還是要看嘛 還是要看 很多人還是要看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這些電視節目給我們 什麼訊息 都是假白訊息 所以有很多的大專業校大學 開始發起什麼 反假新聞 所以我們各位 我們在看新聞的時候 絕對要用 這些我們所學的 所了解的法理去見證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假的 我要聽片片之詞 政治台灣的新聞媒體講說 那個是詐騙集團 真的是詐騙集團 我們要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 不是說他講 是假的 這一面牆是麵包做的 他真的是麵包做的嗎 你要去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 所以說他看起來像麵包 然後電視媒體 突天開地講說 這一面牆是麵包做的 他就是麵包做的 會不會這樣 不要 法理當然有一個正確的意思 就是 他講什麼 我們要去見證 要去看 他所講的是不是真的 假的 趕快告訴 請法委 我是透過 法理的 驗證 這個東西 他所講的這些事情 不是真的 我們要去保持這個習慣 好 這底下呢 那是台灣民政府的底下有很多的介紹 包括軍政府 民視政府 很多的例子 不是只有台灣民政府 然後我再拉一下 各位你有手機或平板的話 你可以隨手拉一下 底下你看我們看一下 剛剛講的 1898年 北西戰爭之後 他底下這邊 有關島 菲律賓 波羅里哥 跟古巴 這四個是什麼 西班牙的殖民地 他有沒有民政府 有沒有軍政府 民政府 一樣有 那底下呢 這就是1950年 朝鮮的戰爭 各位 朝鮮戰爭也就是 他 這場戰爭 他救了誰 救了賈介石 為什麼 因為當初在 蔣介石、宋美玲 還有邱吉爾跟羅斯福 在埃及的開羅 開了一個會議 那 這個宣言 他多多找找人提到 就是說 蔣介石他說 跟 美國跟英國承諾 中國不會侵略其他國家 可是毛澤東有沒有侵略 有耶 他帶軍隊跑去誰的國家 跑到朝鮮 人海戰術各位也知道 還有那個投降的 那個在身上來刺青的 是那個什麼 反共抗惡 反共必勝 吃在全身 連國旗都刺上去 我相信各位也在 小時候都讀過這樣的教科書內容 養師也讀過 蔣總統萬歲 通通都會說 一大堆 都吃在那個身上 這朝鮮半島這場戰爭 也讓 朝鮮北部跟南部 以38度半 也是什麼 百民電 做一個區隔 這是讓我們知道這個 整個 情況 所以 北 朝鮮跟南朝鮮 我們知道 南朝鮮就是 南朝鮮民政府 他後來是誰 有建國 然後呢 北朝鮮呢 也就是現在我們知道的 金正恩 金正恩 他上面有誰 他的 爸爸 祖父 整個 一脈相承 那 琉球 琉球群島 各位你要記得 琉球群島 他一樣有民政府的組織 二戰後 聯合國脫管 後來呢 交給美國 代理行使 佔領權 那後來 左承龍座跟美國總統尼克森 有簽了什麼東西 沖繩的返還 這個 這個動作 各位新產婦你要去了解 他的沖繩返還 這個只是一個正式的動作 正常來講 琉球群島 應該要還給誰 還給日本天皇 而不是還給日本政府 所以現在日本政府是什麼 一樣的是托還的氣質 各位要懂 這個要懂 新台灣人裡面 上次的部分 台灣跟琉球群島 兩個做比較 這一定要 各位要深入去了解 很多人覺得說 欸 初級班 從去班都聽過 我聽過了 我可以不用再聽 要不要 要不要再聽 還是要欸 因為改天欸 各位 你在台下做 我也曾經是 在台下做欸 我也沒想到 我是可以上來 演講 為什麼 改天換 在座各位你上台 拿著麥克風 跟大家來 敘述 法理的 整個 脈絡的時候 有沒有把握 有沒有把握 各位 你在第二教室那邊 做堂會就知道 大家在台下 看著台上 像童心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然後接受主持人 訪問 可是當我們上去的時候 欸 看什麼 就發現說什麼 書到六十方恨少 啊 我怎麼讀那麼少 然後 有沒有聽講 欸 剛說我聽過了 我都講過了 玉書堂上課 我都看過了 可是 同樣內容 換 各位來 講講看 有沒有辦法 然後 心裡面 你會覺得 有一塊很大塊的空虛 你接不起來 這個就是什麼 各位 我們要無私勉勉 為什麼 各位你每一個 同心學員 你都有機會 不管是在台上也好 甚至在外面 對民眾做法理宣傳的時候 各位你也有一個經驗 你對民眾 在跟民眾講 唐明政府 包括國際法理 在你不得已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兩個重點 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了解還不夠 我準備的不足 怎麼辦 很簡單 你把它整個 整理出來 像這樣簡報 不管 條理 整理出來 然後你把整個 說法 把它練習出來 所以各州有沒有辦那個 口才訓練班 這個口才訓練班 各位你有機會的話 好好去把握 因為什麼 講師不一定一直 站在這裡演講 有一天 搞不好我也在台下 我要聽各位演講 對不對 所以各位 互相勉勵一下 好不好 所以經常拿出來 各位看到這部分 我們都知道說 軍事 佔領的時候 為什麼有軍政府跟民政府 因為在戰爭法來講 軍政府 就是軍事 政府 這個整個佔領軍 來到軍事佔領地的時候 可不可以直接 管 管 管轄 佔領地的 失誤 可不可以 不行耶 為什麼不行 語言 生活習慣 包括整個當地的行政立法 司法 佔領軍手不手 不手 這些民事的事務 就必須交給 由軍政府 USMG 就是Military Government 簡單來講是這個地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軍事政府 指定他佔領地 他所信任當地的住民 比如這 台灣這些地方 比如Mosa 他指定是誰 他指定的身份 必須是Formotion 會不會Chinese Chinese is people 還是people of 還是people on 台灣 會不會 不行 必須是people of 台灣 土生土長 當地的住民 組成 因為當地的住民 他才能夠 知道 當地的生活習慣 文化 包括怎麼樣去把行政立法 把它行使得很通常 包括一些民事的問題 經過合一的制度 把佔領地治理得很好 那佔領地如果治理很好 和平過一段時間之後 佔領軍會不會離開 當然會離開 為什麼 因為戰爭法的規範 這個重點也要記得 佔領軍 所以佔領久了 他有一天一定會從 為什麼 因為戰爭法的規範 那佔領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你要了解他的來源 日內華公約 日內華公約 裡面的內容都寫得很清楚 流亡的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所以流亡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在台北市 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他佔領國的主張 跟立場清楚 告訴各位 雖然是美國 軍事佔領台灣 但是台灣 不會變成美國的行走 為什麼 美國對台灣 沒有領土的關係 而且呢 補充第二點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國會已經三讀的決議 通過 美國不再增加海外領土 所以美蘇美戰會不會成立 不會成立 所以 美國國旗 還會不會改 改成五十一顆星 網路上很多天才自己 把美國國旗改了 改五十一顆星 還排列的很整齊 會不會成立 不會成立 那 台灣會不會獨立 所以 美國也表達很清楚 他主要在什麼 是 究竟他和平條約給他的授權 朱利克 美國的副國勤 2006年的時候 他也清楚的告訴 他的國會議員 包括 國會的行政官 這些行政官也清楚的講到 獨立代表戰爭 當時的台灣會加入APEC WTOC 是這個 ZOLED 讓 台瓶金馬 關稅領域政 這個區塊進去 貿易組織 而不是說 朱利克他也講清楚 這個 不是說 讓台灣成為一個國家 或是什麼 獨立的現實 並不是 因為什麼 獨立代表戰爭 因為美國 這個 副國勤 朱利克他很清楚 所以他 直接認同 但是 朱利克 朱利克他知道這個情況 但不代表所有的美國政治人物 都了解APEC 都了不了解 你覺得美國的政治人物 都了解APEC 不一定 不一定 講師 舉個例子 美國眾議員 他問什麼 夜晚輝 有沒有看過夜晚輝 夜晚輝 夜晚輝來台灣做什麼事情 你去找找看 那個整個下來 完全都在踩美國的紅線 踩什麼紅線 台灣獨立 台灣獨立 這個是美國紅線 為什麼 他侵犯到 佔領地 所有權的歸屬 日本天皇的所有權 被侵犯 美國會不會 所以 努力解決 當然很貴 但可不可以成為 像 美西戰爭之後 古巴變成共產國家 可不可以 也不行 因為什麼 共產國家 這個制度來講 他是 根本是一個經濟發展的 倒退 我們知道我們車輛 是不是要往前走 但是直接打 馬虎打 就是 倒退 對不對 大家正常運轉 那就是唱反調 好不好 唱反調 好不好 當然不好 而且要記得 美國是 堅定的 反共立場 所以各位 這兩條紅線 記得 千萬不能做 還有重要的事情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沒有授權的東西 可不可以拿 不可以 台灣的主權 各位 你敢幹哪 當然不能拿啊 有沒有得到 日本天皇的授權 台灣的主權 你要拿 你要去問誰 日本天皇 但是跟各位講 2009年的時候 中國的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 大概2009年的時候 15分鐘 在美國的安排之下 因為去 面見天皇陛下 他必須什麼 要三個月前 就要預約了 習近平 他突然要去 是美國幫助之下 他進去 然後這就 講短短的15分鐘 講什麼內容 我們中國 經濟改革開放之後 我們有能力 請天皇陛下 把台灣頭賣給我們 好不好 你知道天皇講什麼 從我的皇祖 一路代代相傳到我這一代 還沒有做過買賣 就是代代相傳 我們剛剛看那個 日本國歌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君之代 代代相傳 從第一代生物天皇 傳到現在是誰 平成天皇 各位你知道下一代是誰 年號已經出來了 那個什麼 令和天皇 好不好 不要像中國殖民政權那些 沒有水準的記者 直接稱呼名字 那個什麼 德仁天皇 然後上一個 名人天皇 無礼謀 他們有沒有稱呼 他們自己康熙皇帝 叫做玄業皇帝 有沒有 還是 稱呼 光緒皇帝 叫做 戴田皇帝 有沒有 還是直接稱補儀皇帝 有沒有 都沒有 他們對自己皇帝 轻轻轻轻 结果面对日本天皇 直接指着鼻子叫明氏 他们就知道明氏天皇陛下年号是明氏 要叫做明氏天皇 大圣年号叫做大圣天皇 昭和年号叫昭和天皇 为什么变成平成年号的时候变成明仁天皇 脑袋也没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你在网路上面对这些讯息的时候 除了指证之外 还要把指证正确的讯息 告诉你的同心 告诉你的亲同好运 这是个是错的 为什么 昭建天和中国殖民政权 他所教育出来 各位有毒不打紧 还是什么 变态 这种变态教育 你看看 男女性 有没有互相尊重 很多事案事件 基本的都没做好 有霸凌啊 小孩子怎么样 然后那个 什么这样 虐待事情 很多 都什么 刚刚讲师医开头讲的 没有依照法理 没有按规矩来走 所以什么 很多 遭尽脱节的事情就来发生 所以我们把理他来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这边 内容 各位找时间自己去看 刚刚讲的说 他讲的内容 你大概看这个影片 这可能没有声音 有没有声音 前面有一個關鍵的句子 你們要看到 台灣獨立會怎麼樣 他們會 失去生命 為什麼失去生命 戰爭 台灣獨立會戰爭 這個影片本來就沒有聲音啦 是本身有 但是因為我們的傳輸線 有狀況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 那個主控台的同情有稍微了解這樣 那個線有一點問題 所以各位看視好不好 我們看一次就好了 那視很小 這就是說你在講這段續作的時候為什麼 很麻煩還要派人去中國那邊講 還要強調一個中國政策為什麼 2006年的時候 台灣這個地方的 Chain Taipei的領導人是誰 領導人是誰 全世界著名的叫做麻煩製造者 被抓去關的 是誰 陳水扁先生製造這個麻煩 這樣 Zorik 很苦惱 他要派人去 為什麼 因為陳水扁先生擔任 流氓中華民國 Chain Taipei的領導的時候 那時候APEC WTO 都加入進去了 那當然是 台灣是國家 糟糕了 流氓的中國政權在台北市 幫美國做事情 做美國的奴僕幫美國管理台灣 他的身份就有問題 他的宗主國 中華人 報國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當然有啊 但是流氓政府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美國都一直躲在背後 也不明白講 都一直講 不可以不能做 不可以一直 不不不 附下 可是 美國 模糊政策有沒有講清楚 講明白 沒有 都沒有講 他都一直躲在後面 然後 跟像那個 陳水扁先生他 擔任 領導人 宣誓就職的時候 AIT的處長 楊舒立 他從口袋裡面 就拿出一張紙 事故一沒有 講完之後 陳水扁先生說 那一張紙會給我 楊舒立先生 只有一折放口袋 不行 你要記住 但是 陳水扁先生 卸任之後 他有沒有記住 沒有 他到處巡迴演講 一直在喊什麼 台灣獨立 有沒有踩到美國的紅線 有 所以什麼 想盡辦法把他關起來 就算錯也要把他關起來 因為他踩到黃線 美國要不要處理 他馬上要處理啊 這邊有點講清楚了 會喪失 會失去性命 有沒有嚴重 好像獨立就是 搶奪 日本天皇的主權 有沒有嚴重 有沒有嚴重 天皇 他的在國際地位來講 日本天皇 他是代代相傳 2000多年的 皇季 二期 2578 2578 還是2579 都不是 好來 各位 你要記得 講師要給你的訊息 你要回去查 天皇到 神武天皇到目前為止 你講幾年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自己的天皇 自己的天皇 好好瞭解 好不好 好不好 好齁 你不要想說 我對 孫中山 對孫文 對 蔣介石好熟喔 連埋在哪裡都知道 可是 對自己的天皇 就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 這個平成天皇 就是那個 然後 整個皇室 天皇怎麼來 怎麼傳承 皇室典範裡面 重點在哪裡 知道 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好 這個你要看嗎 支持台灣 但不是那 支持 鼓勵那些搞台獨的 你看 他都講清楚 independence meets world 這邊是不是有一句話 不小心秀出來 寫什麼 那一位美軍 也就是海陸空三軍 和陸戰隊 做什麼 後面被剪掉 什麼意思 這些軍隊 因為這裡 獨立了 美國的軍隊 就必須按照 佔領者的 權力跟義務 來幫日本天皇 處理這個情況 必須怎麼樣 武力解決 所以台獨 代表戰爭 各位你要不要搞台獨 不要 我們都讀法理了 你還搞台獨 那真的是沒水準 國具最理 你管理就很了解 我們要按照管理 台灣現在目前 只有唯一的一條路 這是什麼 依照法理 讓台灣國際體會正常化 而不是搞獨立建國 自治呢 自治是 Self government 脫離天皇主權架構 自己成立一個政府 可不可以 不行 這個自治是 就是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理自己的情況之下 那個架構在哪裡 天皇主權的架構之下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天皇主權下的 自治 才是可以的 而不是說 台灣民政府 以後 怎麼樣 然後以後 自己主帝 自己建國 好耶 不行 不能脫離天皇 所以最多人 跟現在的日本 形成一個 common rules 就像現在的 加拿大 紐西蘭跟澳洲 他們有總督 各位你知道嗎 這總督是誰派的 英國女王子弟 例如說加拿大 紐西蘭 澳大利亞 當地 有名的士僧 但是由他們國家推舉出來 然後由 英國的女王 授權 給他 總督這個 名號 那懂意思嗎 總督底下還有什麼 總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你對這個加拿大 澳大利亞跟 紐西蘭 這個概況 你要了解 什麼叫common rules 像波羅尼克 波羅尼克跟美國的關係 目前也是這個樣子 波羅尼克沒有獨立 很聰明耶 獨立各位 獨立要付出什麼代價 要不要軍隊 要不要買武器 要不要 要不要抽很重的稅 你要抽很重的稅 明明被人家軍事佔領好舒服喔 可以 睡到自然醒 波羅尼克的人就這樣 每天睡到自然醒 太陽在屁股了 我還想賴床那種 美國在養我們啊 每年有 有六百億 然後反正我撥了一個 我派三個代表 去美國國會開會 然後開會怎麼樣 舉手 提 撥了一個 我們 我們撥了一個 我們喔 經費六百億 請美國國會政府撥給我們 要不然怎麼樣 我們要宣佈破產 但是波羅尼克的代表 國會代表可不可以參加表決 各位 不能表決 為什麼 他只是 美國來講 他是 但是性子是殖民地 美國最希望就是波羅尼克能夠像 菲律賓一樣 但是又擔心如果像 菲律賓一樣會不會變成古巴 因為為什麼 古巴變成共產 國家 後來發生了 飛彈危機 處處跟美國暢房間 所以 波羅尼克的人很聰明 要不要獨立 建國 不要 我的小孩子 很輕鬆很自在的生活 突然要當兵 突然要買武器要去學 怎麼樣開船 怎麼樣開飛機 怎麼樣開坦克車 要不要 不要 然後又要花錢去做維修 這麼 這麼 花那麼多錢 我不要 我不要獨立 那 要不要 變成美國五十一州 不可 但是 他們的政客 很厲害 跟他們講 最後 公投結果 就是 建國獨立跟五十一州 選哪一個 我相信各位很清楚 五十一州 剛剛有跟各位解說 美國二戰之後 有沒有要增加海外領土 沒有 所以 美蘇美戰 獨立建國 這都不是我們主張跟選項 我們就是說 在這個 天皇主權架構之下 跟日本形成一個 邦聯的 這樣的一個架構 但是有沒有脫離大日本帝國 還是在大日本帝國 裡面 因為天皇還在 大日本帝國就還在 大日本帝國不是說 帝國政府 瓦解了 帝國議會起散了 大日本帝國就沒有 並不是 他還在 所以 各位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看到那個 整個 認識他 政府裡面 你要了解到 有識不足 對那條線不敗 好 我們看到空間就好了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要記得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要記得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民政府的代表旗要記得 這一邊是什麼 怎麼稱呼 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可不可以叫它國旗 那可不可以在聯合國漂 代表第195面 國家的旗子 各位 那是不是國家 不是 雖然聯合國也邀請 台灣民政府參加會議 但是台灣民政府是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 所以各位你要清楚 好不好 台灣民政府的 主張跟立場要記得 很簡單 主張的前面有六個字 這就是我們 整個論述 最主要來源 依據國際法理 目標跟訴求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台灣民政府有舉辦過 兩次 大型的 遊行活動 各位還記得嗎 第1次是2015年的 11月15號 第2次是 2017年的 6月4號 都在哪裡 台北市 7點 2015年的 11月15號 7點是在 孫文紀念館 請你要記得 有人脫口而出 又在國父紀念館 各位 大日本帝國沒有國父 沒有 各位你要記得 我們沒有講功 也沒有國父 我們只有誰 天皇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想法的時候被 中國人民要塞那個污染 就像那個拉風針一樣 會被風吹走 趕緊用鋼線把它拉回來 知道嗎 比如他那地方 國父紀念館 台北國對來國父 我們只有天皇 國父誰的國父 中國人的國父 他的國旗是美國 各位你要清楚 孫文 孫義仙 他的國旗是美國國旗 而且被美國的移民局 關過 我相信你在網路上有看過那張照片 孫文孫義仙 拿著一個像小黑板 的東西擺在前面 用粉筆寫了他的名字 商業縣 然後底下寫了 他的罪狀 這是什麼 謊暴 他謊暴自己的身份 偷渡到美國 被移民局抓到了 把他關進移民間 所以他們所謂的 十月革命 孫文孫義仙有沒有參加 並沒有 他是在監獄裡面度過 那你有沒有跌倒 有沒有跌倒 有耶 以前讀的 他好偉大 有沒有偉大 沒有偉大 那他們所謂的北伐 這些軍 軍閥 孫傳邦 吳佩芙 張作霖 大家 連睡覺都寄得住 在廣州 黃埔軍校 起兵 各位 蔣介石有沒有來 蔣介石是孫文 打了二十幾通的電報 各位你可以在 在李堯大師他的著作裡面看到蔣介石跟孫文的互動 你就知道 孫文會不會把中華民國的政權交給蔣介石 不會 蔣介石他就跟那個上海流氓杜月笙很熟 兩個人在那邊 遊山玩水混 混動混席 他不會把中華民國交給他 交給誰 交給 遺囑完之後 留在現場那個 是誰 汪兆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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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華民國 其實他 正確的代表 是汪兆銘 汪兆銘的 南京政府 而不是 逃難 叛軍 身份 叛亂組織 身份的 重慶 國民政府 蔣介石 這一定要清楚 那是不是延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毛澤東代表 中華民國 也不是 毛澤東也是 叛亂集團 滿洲國算不算 滿洲國不算 滿洲國當時在 二戰之前 他已經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當時全世界 51個國家 他有 23個國家有正式邦交的 關係 他有23個邦交國 所以他是不是 為滿洲國 把這個去掉 他是正常的國家 所以 當時 二戰之前的 中國情況 我們要很清楚 台灣跟中國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整個把它劃清楚 從東海 整個 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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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來到 東海到 南海 很區隔 整個台灣海峽 把它區隔開 台灣跟 中華民國 兩邊 一人一國 很懸處 OK 回到現場 民政府的主張 看到重點 日本天皇 美國總統 衛友堂戰 剛剛講的 日暑美戰 有沒有在主張裡面 有沒有 有 民眾會問你啊 為什麼日本天皇 巴爾康 所有權 為什麼 日清 講的條約 白紙黑 寫得很清楚 而且是永久哥 哥哥有沒有 暫時 沒有 暫時哥 為什麼要強調 永久哥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 中國有個 因為中國有個 很調皮 很彎 應該怎麼講 他們很喜歡 不玩牌裡出牌 搞厚黑一學 所以特別要去強調 永久哥 然後強調中國 一個中國 全世界有沒有兩個德國 兩個法國 沒有 人家 他德國 分為東德西德的時候 要不要特別去強調 一個德國政策 你看人家朝鮮 會不會人家那個 去金正恩 還是去那個 那個文塞 兩個 北韓跟南韓 北邊應該是講朝鮮 南部叫什麼 大韓民國 他們會不會講一個韓國政策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 因為這些中國人 就很喜歡 專法律漏洞 有沒有 很喜歡管法律 所以 你是 共產中國 我們是自由中國 還出了一本書 出了一本書叫做什麼 自由中國 誰寫的 雷正 前幾天 四月書 還有一個什麼 正難懂 對不對 來的 網路上一堆喔 我是誰 我主張台灣獨立 笨蛋 你是日本天皇嗎 你沒有所有權耶 你在那邊喊喊喊喊喊什麼 沒差那個水爪 你站起來 可以 喝一碗水 不要在那裡 就要看 你看我怎麼看去 台灣也不會 不懂你 說得實在的 那正難懂是不是台灣人 他是流亡中國人 斷宜康是不是 斷宜康也是流亡中國人 而且是 大成島的 那裡 後岸 那都很清楚啊 檯面上你看的 有哪個是 架架剛剛的 Promotion 你如果是被查出來 你是本不太能 你最多只能當地區的主委 民進黨地區的主委 會不會升到 變黨主席 蔡英文是不是他 他沒有拿證明出來啊 什麼證明 爸爸媽媽 兩邊都是日本人 而且有日治藤本 應該這麼講 什麼叫日治藤本 大日本帝國唐總督府 按照萬國公法造冊 把台灣頭到台灣尾所有的 民眾 資料 用造冊方式把它做成戶籍藤本 叫做大日本帝國唐總督府 戶籍藤本 那他們很好笑啊 講日據藤本 日據藤本就可以跟他講 日本天皇包括台灣所選 順便把日清講的教會給他看 雙頭雙胃 告訴大家 沒有 所以大家要清楚 美國總統有責 為什麼有責任 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什麼 命令 各位我講到關鍵字 要接任的天皇 他的名號叫什麼 令和天皇 要結束戰爭 把架構的狀態 必須簽進什麼 和平條約 課程到對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